男人和女人在相处就像是两只抱在一起的取暖的刺猬 一不小心就容易刺伤到对方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男生女生的视为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男生习惯于聚焦时看世界 女人们则爱发散时看问题 而男生处理时争吵时的态度 可以看出他爱你的程度 也可以预测出你们这段婚姻能走多远 大家都是第一次成为另一个人的伴侣 两人新手上路 磕磕碰碰在一起过日子 矛盾在所难免 有的女人经常抱怨 我和我家那位根本吵不起来 殊不知这正是男人爱你的表现 争吵不起来说明有一方在做让步 即使喊停 在矛盾激化时激流涌退 既维护了你们的感情 也避免了将矛盾扩大化 他清楚你的性格 真爱你们的感情 不忍心做伤害你的事情 其实吵架也是互相宣泄的途径 伴侣将心中的不满说出来 还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最可怕的是沉默与冷战 吵架后对你爱搭不理的男生 要么是情商低 要么是对你的爱还不够 才会把这一切都交给时间 相反 那种气到眼红脖子粗 却不栓门而去 再气也要陪在你身边 等情绪下去后再来和你沟通 这样的男人是真的在乎你 吵架不接对方牢底 就是论事 不会想拔出萝卜 带出泥 一般吸索你以前的过错 吵架时的动机不是互相伤害 它会保护你的自尊 给你留后路 气急也不会说太过分的话 小心翼翼的不越过你的底线 会主动和你认错的男生也是很难得的 发生争吵后 男方能够放下他所谓的大男子自尊 来给你低头认个错 说明他是十分爱你的 能屈能伸 在心爱的女人面前服个软 这并不是掉面子的事情 却能看出男人的气度和包容心 所以 女人们请珍惜包容你的男人 不要把对方的爱当成你无理取闹的资本 一切都要适可而止 不要等真气走了他才坠毁莫及 有一类原则性非常强的男生 会选择在气消后反思自己 知错就改 在你生气咆哮的时候不会和你正面刚 等你火气过去后 他能条条是道的和你讲矛盾的原因 双方的不足 这样的男生也不是不爱你 只是有着他的原则和底线 你需要更加去了解他 倾听他 过后再找准时机来哄你 吃顿浪漫满屋晚餐 送点小礼物 这类男生也是很花心思在你身上的 如果你的另一半还爱你包容你 请收受你的任性 多去理解尊重他 不要再错过后才坠毁莫及